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的人權 我希望中國也能重視 台灣絕不會窮兵獨舞 台灣不會去打中國 希望中國不要來打台灣 希望說兩岸的發展 是越來越緩和 越來越和平的 現在有沒有跟大陸直接的管道對口 是有相關事務性管道是都有聯繫等等 那我們也很期待 有些事情比如說鳳梨 他說有蟲有怎麼樣 我們跟他一直聯繫 都是以毒不回 這樣很可惜 其實兩邊密切互動往來 尤其兩邊人民相信互利互惠是人民期待 好我們希望說這是一個契機 那如果大陸那邊自出善意 他直接要跟院長你們這邊來對接 那院長的態度是開放的呢 還是會跟以前一樣盡量閃避 我們從不閃避 我們非常清楚表示對中國的善意 我們絕不會打中國 但很希望他不要打台灣 那我們蔡總統領導國家 他一直表示善意不變承諾不變 只要不設政治全體彼此平等民族 大家對談 蔡總統從多數公開表示 而且不是一致一再表示 我們也希望中國注意到世界是向前走的 現在大家都越來越重視人權 每一個人的人權都應該重視 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的人權 我希望中國也能重視 不要老是講你是屬於我的 好像一個物品的物 好像是物 這是兩千三百萬活生生的人 請他尊重兩千三百萬人的意願 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成熟的國家 台灣絕不會窮兵獨舞 台灣不會去打中國 希望中國不要來打台灣 好詞